哈喽大家好,我是Paco 我身旁这一台呢就是我认为的Toyota SUV里面最帅的一台 Toyota Harrier 而这一集呢我会带你来看看到底这台车有什么特别 那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分享哦 那首先呢我在这里要解开很多人的疑问就是 到底这台车它的定位在哪里 第1代跟第2代的Toyota Harrier 其实当时候它是跟Lexus RX 是同款车 不过不同价格不同牌子的分开销售的方式的 直接到第3代的时候的Herrier 它才是自己独立的一个Model 所以这台车它定位属于Luxury SUV的等级的 然后呢 它的新车售价为274,000 喂大哥 274,000勒 不便宜勒 这台第4代的Herrier呢 它的好卖程度就是你定一台车 你可能你要等一年 或一年也都等不到 所以呢大多数的人呢 选择Herrier的时候 都宁愿 去买 进口车商的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车头设计 Aggressive Sleek 这个就是大家 第一眼对它的看法 然后还有的就是 Buy LED的头灯 还有这个就是 Functional的通风口 你第一眼在路上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呢 你就会被它这个帅气的样子 深深的吸引着 从这台车的侧面来看就可以看到出这台车是非常的性感 前吐 后翘 再加上这台车的总长度为4740mm 非常的大 然后呢 轮轴方面的距离是2690 所以空间感 跟操控呢 它都把控的 很好 再加上呢第4代的Herrier呢 它的底盘是采用TNGA的 所以刚性 操控还有隔音呢 都大大的提升了 还有一个非常加分的就是 这台车的后悬吊呢它是采用 Double Wishbone的 所以后座的乘客乘坐是非常的舒服 那这台呢其实它是最高级的版本的 但是无论你哪哪一版本都好呢 Herrier都只是前驱而已 它并没有四驱 搭配的是这个19寸的轮圈 前后都一样 尺寸为225 55 19的 那这里呢是360 camera的镜头 还有这台车其实它最性感的地方 在车尾 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车尾的尾灯这个部分哦 它是非常的翘的 它翘到一个角度哦 你可以感觉到这台车 有一点点像coupé的造型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贯穿式尾灯 你想不相信很多人是因为这一款尾灯 而买这一台车呢 那除了贯穿式尾灯之外呢 还有这一个brake line也是加长版的 也是非常的吸引人的注意 而且这台车的尾部一看出来 你就知道 它是一台最新款的Herrier 因为它的尾灯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双排气管 然后如果在你没有手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你还可以用脚来开这个尾箱门 那当然尾箱门呢 你除了用脚可以开跟关之外呢 你还可以用手按钮来开关的 然后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396L的容量 虽然没有讲非常的大 可是呢它的后座椅背它是可以做一个六四倾倒的 所以当你需要载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把椅背的椅子倒下去 轻倒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载更加多的东西了 还有一个也是比较贴心的就是 这个尾箱 下面这里打开 再拿下来之后呢 下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备胎的 所以呢 在路上你什么紧急状况的话 你还可以有一个备胎 可以拿来使用 那来到车的动力方面 也就是大家 最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 这台车没有力啊 踩不去啊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这一具是Toyota里面最新的Dynamic Force引擎 它是2.0NA 它的马力输出 比之前的2.0NA是高了一些些的 所以它最大的马力为173匹 最大的扭力为203mm 那它搭配的是Direct Shift CVT 10 Speed的变速箱 因为车身重量呢 为1600多公斤 所以呢可能你觉得它没有力的原因 是因为CVT是比较主打于舒适 而且呢 这台车可能是起步的时候的反应 比较慢一些而已 在mid range的时候 这台车的反应 也是非常的够用的 那这一具Dynamic Force的VVTi引擎呢 其实它是比之前的引擎 更加省油 而且更加有动力了 至少它不是那一具万年引擎啊 那来到车内的设计 当你开门进来的时候 你第一个看到的 肯定是你的门边的这一个老鹰 它从第三代的时候的老鹰在车头 变成第四代的时候 老鹰 飞了进车里面 那因为这一台呢 它是日本版进口版本的 所以它跟本地版本的可能有些些的不一样 首先就是这个娱乐主机 这个主机它用的是 JBL Sound System的娱乐主机 所以它比较大比较宽 而且也比较好看一些的 搭配的是JBL的整台车的speaker 然后这个是环绕系统的 在车尾箱它还有一个 Woofer Box 所以它的低音炮 也非常的好听 然后再来呢就是 我前面的有这个抬头显示 这个Digital仪表 是跟本地版本的 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这台车它也是有 Complete的Toyota Safety Sense TSS的这个 安全系统 这个主机呢 它是可以支配 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的 不过因为这台是 2021年的车款 所以 它还没有支配那个 Wireless的 它还是需要插 cable的 Blind Sport Monitor 360 Camera 还有这个就是Digital in a mirror 就是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后面的 就算我的后座装满东西 它都不会阻挡我的这个视线 而且晚上的时候呢 如果你在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呢 因为这一个镜头呢 它是有一个Night Vision的一个功能的 所以呢 晚上 在外面很暗的地方 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有电子手刹 还有这个Drive Mode 你可以选择你的Sport Mode Normal还是你的Eco 就 看你当时候的心情来做选择 然后以致呢 这个是一个皮革座椅 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这个皮革座椅它还有这个冷气出风口的这个功能的 那我就打个比例就是最近天气那么热 我不管里面的贴膜是有多强多厉害 你都会感觉到很热 可是 如果你坐在这个有冷气出风口的椅子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因为呢它会把你的背部跟你的腿部呢 有加冷的那个功能 后座空间呢是我坐过那么多的SUV里面最舒服的一个 这个椅背呢是非常的斜而且哦 它还可以再斜一点 所以这个位置哦还有这个头部空间啊 shoulder还有这个脚部空间 腿部空间也是非常非常的足够的 很舒服很宽敞 车底底部这里呢是比较平整的 所以呢那个空间感觉是比较大一点 然后加上这里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冷气出风口的下面呢还有一个充电口 那270多千的车哦 它里面只是有270多千的一个质量 你可以摸摸它的椅背 还有它的这个门板 还是比较属于那种soft type的 整个感觉看起来是非常的luxary 非常的premium的 那很多人呢都说这台车不会去 今天呢我就以最真实的感受来给你试下看 这台车到底它是去还是不去 那这台车呢 主打的是舒适感 就是你坐在车里面的那个舒服 所以 你打算坐进车里面的那个开始呢 你就感觉到这台车是真的是很舒服的 空间感是非常的好的 还有你的那个视野是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 我从我这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几乎是没有什么blind spot的 因为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这个sub mirror 它是 稍微的往后一些 然后 腾出这个空间那个洞出来呢 所以 在air 住air pillar这里呢它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阻挡和那个blind spot的位置 然后你从那个 镜子往去后面 而且 从这个望空镜往后面的话 所有的空间感都非常的好 所以外形来说是非常好看的 里面开起来也是非常的耐用 可能这就是这台车 它造的这台车出来的一个理念吧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去试车 那其实你光听这台车的一些 资料来说你都懂 它大概它都不是那一种performance的车 因为它是 2.0自然吸气 然后它的车重为 1.6吨 所以感觉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 稳重比较扎实的一个 Luxury豪华的 SUV然后是开舒服的 因为现在来说一般上的SUV它都是 1.5T啊或是 2.0T啊 有些更高级的可能是2.4T或3.0T 然后这台车 是比较 现代化的这台HERIOR 为什么它是用这2.0的NA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哦 他们都喜欢这个 Turbo给你的那一个 贴背感 有些人就是喜欢那种平稳平顺的这样去 所以这台车哦如果你讲是比较稍微上斜坡的话呢 必须要 提高你车的RPM 就是你的那个 引擎的速度 你才可以有一定的那个马力 可是它并没有那一种顿挫感 或是那一种 SUDDEN KING的那种 跑过来 所以它是非常的平顺的 有些人就很喜欢这种感觉 或者是 很多人选Toyota 也是因为喜欢它有这一种的感觉 所以我们先不说它的动力 我们说这个TNGA的这个platform 它跟之前来比较的话呢 确实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 而且很多人 也是因为TNGA或者是DNGA 这个平台 开始成为Toyota或它旗下的牌子的 用户 所以这一台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的SUV 不过总长度也有4700多mm 它开起来呢 感觉 比较像是开小车 虽然它很重 可是它的操控 是非常的灵活 比较敏捷的 那种比较狭窄的路 你会觉得那一个 stairing的 它是跟你的feedback 它回馈是 蛮直接的 就很少Toyota会有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TNGA的底盘 帮助之下 Toyota现在也可以给到你 感觉像continental车的那种操控 所以这里有个round about 现在 就做一个这样子 加速 看那个车的那个倾斜度 如果换作是以前 一般的那种Toyota的话 它已经鞋都不能再鞋 可能轮胎也是在肩脚的 这个 没有 平稳平顺 好 这里也蛮不错的 可以做一个0到100的直线角速 看看这台车 如果把它调去sport mode的话 车完全静止的情况之下 好我现在0到100我看 感觉是怎样的 好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它的转速是调到去 5000 6000 6200它换挡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它的马力就开始来了 其实还好 它也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木冷具 只是 如果你要它的那个反应好一些的话呢 我建议你把它按上sport mode 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到你要的那个反应 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它的 速度呢它是会从 50多60的时候 时速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爆发 那时候呢 我的转速是在4000到5000的时候 就是5500开始 这台车的引擎才会爆发出来 那过一些比较不平坦的路 或者是那种路顿的话 非常的OK 它不会说 特别 大的抖动 而且里面的声音也是非常的minimum的 就是你真的是坐进一台200多千以上的一台车 不过270对的时候就有一点偏高啦 那其实它的操控真是蛮不错的 很少有的一台Toyota SUV 你可以觉得它的操控是 OK的 很顺畅的 而且它的brake其实也是很蛮soft的 可是它车是可以停的 只是它车brake的时候呢 没有车内的人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台车的视野很好 所以你每次你转换车道的时候 都非常的容易 只要你坐好你的位置 你看左看右你自己看得很清楚 除了你有时候你需要一点 力量的时候 你再踩大一点点之外 其实这台车 很好开的 所以我真的不会觉得它真的是没有力 可能它是没有turbo charge的那一种 一早就给你的那一种response 不过 除了那一个一早来的response之外呢 其实它其他的都还好的 就是它的mid range那边呢 它是做到 很完美很完美的 然后这台车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非常的省油 然后我听我的 有一些朋友就说 这台车一个满缸 可以走一个大概 650到680左右的 所以现在的那一种SUV很少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 它的D maintainance 它Maintance 每一次可能一个四五百块里面而已 或者更低 就看你用什么grade的那个lubrican 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 载好车 它一切就是简单 豪华 舒适 跟好开 这是可能就是这台车的一个卖点 就有些人可能 我选一台车 我就喜欢它的外形 跟它省油 它有利不利的我不懂啦 反正我也不会开很快 然后 我就是一台就是 我用的时候 不会麻烦我的 不会有很多东西 很容易会坏掉或者怎样的 所以这台车就是 那一 那一批老板们他们会选择这台车的原因 那总结今天的这台车的外形设计 内装 还有它的驾驶感受的话呢 我们先说说它的外形设计 其实如果你看真车的话 你会认同我的这台车是非常非常帅 非常好看的 再来就是它的内饰 其实它的内装 它是比较简单 没有这样 fancy 没有这样 夸张 可是它就是很premium touch 然后你摸上去感觉是非常的高级的 再来就是试驾 这台车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能去呢 我可以说 真的是没有什么理的 如果你要它 好像有2.0 double charge的那种感觉的话呢 它是完全给不到的 不过当你推去sport mode的时候呢 它的反应会好一些 也是你必须要把那个车的那个速度提高一点 就是你的engine的速度 RPM提高一点 你才会有感觉到它的引擎的爆发力 每一个人选择一台车的要求都不同 有些人就喜欢动力好 有些喜欢操控好 有些人就喜欢舒适 更有些人呢 就只是看外表而已 不过无论你想要选怎样的车 你都是对的 因为没有最好的车 只有你喜欢的车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 订阅与分享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